現在台灣的選民結構改變 柯文哲我講他度過第一波的危機 下一波的危機國民黨人選正式出路 現在那個民進黨的策略叫大猴不打柯 因為他希望柯能夠平能夠穩住 再也要有一個黃金比例 國民黨三民眾黨二 那我拿了四成多我就穩 我們先恭喜柯文哲貴黨柯文哲主席 撐過第一次這個叫做邊緣化危機 我想能夠經過這一段 那就是說主流媒體的邊緣狀態 包括藍綠不斷的吃豆腐 你還能夠堅定不移的拿到20%上下 那這對柯文哲來講 當然是一個正面的訊息 就是說在台灣對藍綠不滿的 這群支持群眾已經 就是說他有一個基本盤了 可是這個盤足不足以 讓大家在明年的1月13號晚上 台灣的選擇柯文哲不可能 目前目前還不可能 下一波的邊緣化的高峰會在國民黨提出人選 國民黨為什麼一直要提出所謂的在野聯盟也好 什麼藍白河啊或怎麼樣的訴求 就是因為他也知道現階段的國民黨獨立 自己自己的人選獨立 沒有辦法撐起2024的大局 現在那個民進黨的策略叫打猴不打柯 因為他希望柯能夠平能夠穩住 穩住所謂的穩住就是說再也要有一個黃金比例 就是國民黨三民眾黨二 那我拿了四成多我就穩贏 如果這個黃金比例被突破 比如說柯超越了藍 就開始打柯 對他就會開始打柯 那這個時候這個時間點 整個天下去會打亂 現在台灣的選民結構改變了 柯文哲我講他度過第一波的危機 下一波的危機國民黨人選正式出爐 如果在那個時候還能夠繼續山哈都 而且穩定的在20到25的支持度 那到7月8月如果能夠衝破到25左右 乃至於以上的話 我認為柯文哲就很有可能 這個不再被邊緣化 就會變成所謂的 這場選在裡面的主軸